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开始介绍 定积分的第二换源法 其实从定积分的凑围分法 我们已经看到 不定积分和定积分在 积分方法方面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不过说 左部东不过是写法上 符号的书写上有点区别而已 就是那个流动莱文尼茨公式 和那个不定积分的一种结合可以说 所以呢 在做这类题上面 应该说没有太大的困难 同样你可以看 这个第二换源法也是这样 对吧 这个我们换源了 换成一个谁呢 X等于Perside T 对吧 最后得到这样一个 积分的公式的方法 是这样在 但是请注意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和了 就是 也就是说 后面为什么不像那个不定积分写出那个原函数式呢 不用写了 也就是说 你这个通过这个积分方法 最后 通过这个变换呢 把X换成T的函数 那就是定积分变了 变成什么 关于T的积分 那么下面你往下做下去好了 做下去反正做出一个数值来的 不像不定积分 我得计出一个圆函数 那个圆函数最后怎么样 还要尽量用X表示 这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反正你这个积分变量换掉了 你继续做 只要做出能做出来 那个数值就完了 对吧 那么而且呢 我们前面也讲过 第二换源法什么时候用 是吧 也就那 基本上是带根号的那种形式 积分表里边又没有能够直接应用 条件的数位有点小小小的 也值得注意的 你看 这样它增加了一个 这个函数 除了F要连续以外 这个Psi呢 它自己要连续 而且导数也要连续 为什么呢 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我们需要用牛顿莱布尼茨公式 牛顿莱布尼茨公式 它需要被这函数连续 没错吧 我们讲的是这个条件 好 所以下面我们来看这些题了 那么根据我们所讲的原则 我们目的是去根号 通常呢 在根号下是一个二次函数的情况下呢 通常是写成完全平方 平方和或者平方X 把配方 然后呢 做一个三角变换 那么现在很容易看出来了 X显然换成一个三角函数 那就是色 X等于等于谁呢 一个三角函数的平方减去一个长数 是另外一个三角函数的平方 这个我们已经 这种问题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的讲过了 好 那显然是用变踏 是吧 好 那么这样一来呢 请注意 这个时候就要小心一点了 就是说 X换掉了 那么这个X原来从T 从A到2A 那么T从哪到哪呢 最好在四线要把这写一写 对吧 X原来从哪到哪呢 X是从A到2A 那么T怎么样呢 T如果你能写出来会好一点 对吧 写得比较清楚一点 那显而易见 如果X等于A 那么C跟X是多少呢 C跟T就等于1了 那么C跟谁的倒数呢 cos的倒数 cos等于1了 那显然T就等于0 没错吧 好 然后呢 如果是X等于2A 那么好 signor就等于2了 signorT等于2 那么cos等于1 2 那太容易了 对吧 我们很熟悉了 那就3分之π了 你看 把这个弄好 对吧 上下线弄好 这个 X从哪到哪 上下线 T的上下线怎么样 这样一个过程搞清楚了 那就很好了 请注意这个过程是一个单调的 是一个一对一的过程 好 那么我们就得到 I就等于谁呢 很简单了 对吧 换掉了 请注意 A换成了0 对吧 T等于0 3分之π 并不复杂 那呢 分母呢 好 分母 X是四次方 X是四次方 就是A的四次方 C跟T的四次方 没错吧 分子呢 好 X平方减A方 它的平方减去A的平方 开放 那么好 A提出来 根号里面呢 C跟T平方减A 开放 那么请注意 现在我T在这个第一项下 那就简单了 符号问题 你看 没什么符号问题 马上就很清楚 显然就是t 对吧 就是像做定计分的时候 符号就很清楚了 怎么选择这个符号 好 然后DX DX就是他了 好 他的导数A 长数 那么我们写到这儿平方吧 好 他求导数C跟导数是C跟T 乘上T 没错吧 DT 好 得到这个形式 那么稍微整理一下 A方和这个四次方可以约 还有这个 两次 A的平方分子一 下面呢是零 上面是三分之π 没错吧 好 C跟T约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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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还有三次了 对吧 坦净它呢是上面是平方 那么分子上是坦净的平方 分母上呢是C跟T三次方 应该说我们不是很熟悉 不是很 我相信不是很熟悉 怎么样 那我们比较熟悉的三角函数 当写在这个地方的形式 看上去不太 没有现成的公式 我们通常怎么样 把它变成正弦和余弦 正弦余弦我们比较熟悉 好 那就把坦净它变成 sin平方t 除以cos平方t 对不对 好 那就是分子上是坦 请注意 本来是坦净的平 t的平方 现在是sin平方 除以cos平方 但是别忘了还有这个 那刚才约掉一次 还有三次 cos是谁呢 cos是谁呢 cos的倒数 把它倒到分子上去 那好 分子上出来一个cos三次方 和下面你这个cos平方 怎么样 cos三次方 约掉了 约 这平方没有了 这儿只有一次了 没错吧 d t 你看到这个就好了 这个东西 这分就太容易了 马上可以凑为分 cos放进去 没错吧 好 a方分之一 cos一放进去 变成sin 然后把sin t 看成u u平方解分 好 那就是三分之一 u三方 u谁 sin t 三次方 行了 原函数找出来了 不要写c 不要加任意常数了 什么样 原函 这个定结封嘛 上下线写一写就行了 最后得到结果 是吧 三 三分之三分之八 二分之根号三 这儿还有a方 0带进去 当然就是0了 好了 做好了 对吧 这样一个题你看 虽然好像原来很复杂 但是你看 三角变化一做 很简单 解决了 看第二个小题 第二个小题呢 也是一种常见的一种题 常见的 第二个小题这种题呢 请注意 是个根式 但是根式里面 它不是一个一次函数 是ex-1 这种题啊 其实我们在前面 那个 讲不定疾风的时候 其实讲过的 就这个ex这个函数 很特殊的 这个疾风出来 你既然背积函数里有啊 这个原函数里面 肯定会有的 对吧 肯定会有 那么现在从这个形式来看呢 这个式子当然现在没有公式 那么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希望 这个地方会出现 就是背积函数有 既然有ex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这个背积函数里 是不是需要ex放到这个 第一后面去 那么现在没有 对不对 那么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呢 就是我以前说的 比如分子分母都成ex 对吧 然后这儿就 请注意 那么这儿就是ex-1 这儿就是dex 分母上也有ex 对吧 但是然后往下做的话 你可以想象 这个式子里有谁 就有 还是有ex-1 这个根式 那么de后面是ex 相当于你把这个ex 看成u的话 这个前面那个根号就是谁呢 就是u-1 所以实际上意味着 我们还需要再做一个变换 就是变换是比如v等于 所以根号u-1 所以实际上可以这样想 我们第一次可能是需要 把这个地方变成ex 第二步呢 还需要把ex看成u的话 还要把这个根号下 u-1 设成一个星变量 那既然这样 这个两步怎么样 咱们就可以做一步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 这就可以直接设 t等于根号下ex-1 x从哪儿到哪儿 x从0到1 0到1 那么t呢 显然它是0 那么显然1的0次方是1了 好 这也是0 它等于1呢 好 就到根号下1-1 没错吧 蛮简单的 对吧 下面的问题呢 是我们要把这个词改写了 i就等于 i等于 解分 刚才我们说过了 现在是0到根号下1-1 没错吧 非常简单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简单了 就是t了 但是后边有一个dx dx谁呢 那么我们这个式子啊 稍微做一下处理 分析一下就行了 好 我们在这儿 在这儿看一下 在这儿吧 在这儿看一下 对吧 看一看 好 那么我们马上看出来 Ex就等于 等于谁呢 Ex等于t平方加1 没错吧 两边平方 E一向一过去 好 然后我们来如果做一下维分的话 好 ex dx等于谁呢 等于这个地方 2t dt 对吧 2tdt 好 那么行了 所以dx等于谁呢 看dx 如果把 别忘了 dx 咱们写得慢一点 再来分析一下 就把这东西弄好了 别弄错了 2tdt 除以ex ex不是它吗 t平方加1 好了 你看 很清楚 对不对 好 那就是 2tdt 除以t平方加1 没错吧 好 这个2 7呢正好 这个t乘到这个上面去 变成两倍的t平方 这又好结分了 这个又很好结分了 对吧 非常好结分 首先 这是一个什么 假分式 假分式怎么样 变成真分式了 好 这个2呢先拿到外面去 2拿到外面去 0到根号1-1 对吧 假分式变成真分式 太容易了 对吧 2拿出去了 这儿只要加1-1就行了 好 那就出来 t平方加1除它 那正好是1了 好 在-1减去这个分子上有个1 t平方加1dt 看到没有 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 马上做出原函数 那么这个地方 第一个首先是这个1解分 1解分的原函数就是t了 但是现在呢是定解分 那所以很这个 一常数解分做定解分 就是这个常数乘上区间的长度 那就把它弄出 结束了转了 不必要再写原函数了 好 第一个就是 根号1-1 减0 区间长度 乘上这个1 就是它第一项 第二项呢 减去 这个太简单了 rc tanj 原函数出来了 t 下面写0 上面写根号1-1 没错吧 当然了 那么我们也可以解的快一点 怎么样 只要把这两个带进去 好 那么就是根号 t换成根号1-1 0带进去当然就是0了 那不用写了 好了 做完了 对吧 所以大家可以看 蛮简单 对吧 你发现没有定解分的第二换员法 比不定解分的第二换员法做起来方便 为什么 因为它最后做解分了 最后只要做出 定解分做出计算数数就完了 没有那个回去的过程 不需要返回到原来的变量法 没错吧 下面来了一个题是 这个好像并不是直接求解分 下面有几个小题 有几个小题 这三个小题呢 前面两个应该说是 一个是s求一个求导数 是谁呢 求变上线解分的导数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是证明一个周期函数的一个解分的 关于定解分的一个式子 第三个呢 再做一个定解分 三个题 三个题呢 并不是直接做这个 前面两个题并不是直接计算 好 下面看第一个小题 函数F是连续的 现在叫你求一个变上线解分的导数 这道题 我们前面一开始 在刚讲变上线解分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做过一些求导数的题 变上线解分求导数 本来很简单 对吧 怎么样 变上线解分求导数 只要把积分变量换成上线变量就完了 那个积分号就去掉了 背期函数里边的积分变量换成上线变量 那么如果上线是个函数的话呢 那就再来一个练法则 很简单 没有什么 现在看这个题 但是我们如果说操作的话 你会发现有点小问题 你觉得你能做吗 你觉得你能做吗 解分变量是t 上线变量是x 你是不是觉得就应该把 求导数 就在这个式子里边把t换成x 是不是就完了 所以把t换成x就完了 这道题是不是就等于 有没有同学觉得就把t换成x 那就这就是x了 那这就是x平方 减x平方咯 有没有人觉得这样就行了 有没有 他摇头了 没有摇头的同学 我想多数同学 可能少数人会这样 真的叫你做的时候 你也学会这样 但是现在在课档上 可能多数人看 你看老师这样提问的 恐怕反正有点那个 有点陷阱吧 或者说有点这个问题 对不对 如果感觉这个同学自己做 你感觉不太踏实 那就对了 你的感觉就对了 为什么不踏实 接封号 下面那个函数 f里面有x 既然我们求导数是对x求导数 这个x你不管了吗 其实我们以前碰到过这种问题没有 碰到过的 记得吧 也有的 不过那个时候比较简单 为什么 那个x在 接封号下面就是个 x乘后面一个函数 那个x可以拿出来 现在这个x你能拿出来吗 拿不出来 它在接封号 那个里被接函数里面 而且这个函数还是个抽象函数 你怎么换 不好拿出来 那怎么办 我听到一个同学说什么 好 好学生 他说至少在这一点上拿出来好的 怎么样 他反应出来了 换源 换源的目的是怎么样 你现在这个x是我们要求导数的变量 这个变量现在在函数内部 在函数里边 咱们不好弄 不好处理 没法处理 怎么办 换源 换源怎么办 把这个接分变量 这个函数里边的那个 背接函数里边那部分 使得这部分的这个 含有x的这个变量 或者说这个函数这部分 怎么样 换掉 换到哪去 使得x换到上下线里边去 换到上下线里边去 怎么做呢 我们就来先看这个定接分 先看这个 先看这个定接分 或者说变上线接分 好 这个题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换源 换源 怎么换源 先把这个函数0到x 对吧 t f x平发 减去t平发 dt 现在我们不好处理的是 这里边含x 这玩意咱们怎么弄不好弄 对吧 不好弄 咱们怎么办呢 把它换掉 换成新变量u u等于x平方减t平方 做变量代换吧 所以这个题为什么放在这儿 咱们要做变量代换 做变量代换 好 那么请注意了 怎么样呢 其实慢一点看就很简单 很清楚了 那么首先请注意du等于多少 在这儿写一些啊 du就等于你看 是不是这样 请注意现在积分变量谁 t x怎么样 在这个在这个式子里边 x暂时不动 就积分的时候它是不动的 积分的时候定积分 暂时不动 相对出来它现在不动 所以它是一个对t而言 它是对积分变量而言 它是常数 所以等于-2t dt 这个很重要 你别弄糊涂了 谁是变量现在 好了 那现在我们马上就可以写出来了 那么t等于0的时候u等于x平方x平方 对吧 t等于x的时候呢u等于0 好换好了上下线换好了 然后呢 然后呢 请注意这个t啊 t dt 这儿有啊 t dt 是谁呢 -1分之1除过去 -1分之1du 哦 -1分之1du 没错吧 没错吧 中间这一项成了谁了 fu 这一来有什么好处 这个函数再整理一下 等于-2分之1写到外面去 但是有个负号 这个变上线变下线换呢 换一个上下线一换 这个负号就没有了 1分之1 0到x平方 fu du 好了 这一来这道题变了一个很简单的题 咱们以前在刚讲变上线换的时候 就能做这个题了 为什么 这不过是个变上线解分 这个解分上线变量什么 换了一个函数了 换成x平方了 那么求导数当然马上就做出来了 好 所以这个题 d dx 对这个函数 对原来这个东西求导数tfx平方-t的平方 dt 那就是对他求导数了 对他求导数二分之一拿出去 二分之一拿出去 好 d dx 咱们写的慢一点好了 d dx 好 被解函数谁呢 0到x平方fu du 好 就可以写出答案来了 变上线解分求导数 只要去掉解分号 被解函数的解分变量换上线变量 好 二分之一 f u换成x平方 但是没有完 为什么没有完 x平方还要求导数 它不是一个单的一个 单的一个就是变量的这个 单纯一个变量 它是个变量的函数 对吧 所以是x平方求导数 那就是2x 所以就等于2和2约掉了 那就是xfx平方 看到吧 这样做一个变换就很简单了 这也是一个常用的技巧 什么技巧呢 就是有的时候咱们这个气氛 对这个气氛变量 这个变上线的这个气氛 要求导数的时候 这个被解函数里面 含有这个上线变量 现在你看 要对这个x求导数是变上线的 这个地方是变的 对吧 那这里边还有 这个 你被 位积函数里面 还含有这个变量 这个变量你不能不管呢 不能不管 什么办 换圆 先把这个 计分的形式换 第二个小题 大家先直观上想一想 对吧 从你的感性认识上想 对吧 你觉得它对不对 我相信多数同学能 能接受这个结论 为什么 周期函数嘛 那么如果我们说定结分是什么 定结分是 缺边T型的面 那你就是 既然是个周期函数 这就是在一个周期上 0到T 不是在一个周期上 它的面积吗 这个缺边T型的面积吗 A到T也是 随便一个地方 结出一个周期来 这个地方的缺边T型的面积 是不是应该和它一样 因为很容易想象 应该直观上说应该一样 对吧 你随便什么地方去结 一开始 一结下来 你从直观上说 直观上说 无非就是把这个图形怎么样 减一减 是吧 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看这件事情 是吧 应该说蛮好理解 周期函数 咱们就比如Sign吧 Sign Cosin 这种函数吧 对吧 那么 这个题的意思就是 在一个周期上 0到大T 这是一个周期 这就两派了 这个周期上的结封 跟你随便什么地方开始 随便哪儿开始 比如这儿开始 可以吧 这是A 然后呢 到A加T 到这儿 到A加T 这个季风的效果应该是一样的 那从几何上说来 应该说蛮好理解的 蛮容易接受的 对不对 怎么样 那从几何上说 我们只要把这一块 这边进行这一块 这一块 这一块剪下来 给我搞到那儿去 好了 那你看 这个正好又是一个周期 从T到两T 对不对 所以显然是对的 直观说很好接受 怎么证明它呢 要证明它 不是说 直观上咱们接受了 就偶然了 从数学上来 咱们要给出一个证明 你从这儿接着就已经看出来了 应该说已经看出来了 我们现在怎么样 你看 现在要证的是谁呢 证的是这一段 这一段要和这个原性一段一样 或者说 从这儿开始 从T到两T是一样的 对吧 要希望做这件事情 那怎么办 刚才我其实也已经说了 只要把这一段剪出来放到那儿 直观上就这么做嘛 那我们现在证明怎么样 我们就这么干吧 好 那你看很简单 A到A加T A加T F X DX 我就按照我刚才这个几何解释 这么做就行了 怎么样 好 从A到T A到T A到T X DX 后面一段谁 T到T加 T到A加T A加A加A 没错吧 店外 解锋 好 F 那刚才我们说了 只要把这一段移到这儿去 那怎么办呢 好 那么下面我们来做一件事情 就等于 就是我刚才说的了 对吧 我不移这一块 我不移这一块 我移这一块行吗 移这一块 把这一块移到这儿来 这儿不就行了吗 那么如果要移这一块呢 那当然就很简单了 那怎么样 就第一块不动 第一块 A到大T不动 Fx dx 第二块做一个变换 这个变换做的是谁呢 7要把它移到原点来 那么好 那就是做的变换是 请注意 对这一块 做的什么变换呢 U等于X减大T 咱们就一步 这样一步就好了 看到没有 好 那么就 这儿 T X等于T 大T的时候 U等于0 X等于A加T的时候 U等于A 好 那么小F呢 F等于 X就是U加大T U加大T DX就是DU 因为T是常数 DX就是DU 那你看 这次就好了 这次就非常好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如果改成FU DU的话 那么好 这就变成0到大T FU DU 这个别忘了 周期函数 T是周一个 是它的周期 所以这地方也是 A等于A 0到A FU DU 这俩合起来 0到大T FU DU 没错吧 好了 这个就是右边的那个 F X DX 在0到大T上的结合 所以你看 从几何上看 这个图形就给我们一个证明的方法的一个起 第三个题 四球切分 0到2π 三角函数 三角函数 三角函数的背极函数三角函数 我讲过可以用臭微分法 记得吧 臭微分法呢 如果用臭微分法用什么 大家还记得吧 这个特点用什么 是不是用万能带换 万能带换太麻烦了 你就用什么 四方式偶数词 可以怎么样 可以用tanget平方放到微分号后边去 那么剩下为这个试词呢 肯定能够变成外面这个试词 可能最后都可以用tanget来表示的 但是呢 一看看起来怎么样 哎 有点烦 对吧 我经常说了 咱们做数学的人呢 不喜欢烦 当然毫无办法的时候咱们也只能烦了 对吧 但是 经常要自己问自己 这个题能那么烦吗 对吧 咱们数学追求的是什么 数学追求的是完美 数学上的完美是什么 当然第一是准确 正确 第二是什么 简洁 简洁的才是美的 你不简洁做一大堆 不行 那就想一想呢 有没有什么办法 上面是三领 上面是三领 那么如果 对 有的东西说了 如果换成cos 这个试词 跟它一样的 对不对 那么两个加起来呢 倍加之就是一了 那就是说 如果上面变成cos 现在这个试词和换成cos 那个试词是一样的 那这件事情就好了 那么换成cos 怎么换 怎么换法 那么三角公式了 游导公式就行了 对吧 这个很多同学 我想 很多同学想到这一步的 那就不是很困难了 怎么样 换圆吧 对吧 游导公式里边 三领怎么换 变cos 三领 我们知道 只要做这个变换 好 这个题 只要 t等于 二分之π 减x 不就完了吗 这是 游导公式里边有的 那 sine 二分之π减x 就是cos t 对不对 或者说 cos t 就等于cos 二分之π cos x 对吧 这就是一个 它们是语角关系 所以马上就可以得出来 好 原来这个界分 原界分 i 我们写 叫它i吧 就等于 用这个变换 请注意 那么x等于0呢 下面就变成 x等于0 下面就变成 二分之π了 请注意 x等于二分之π 上面就变成 0了 好 sine 四次方x 由于它们俩 它是互 互为鱼角的 所以 sine四次方呢 就变成cos 四次方 这个是t sine换成cos 下面呢 sine换成cos cos 换成sine cos t的四次方 加上sine t的四次方 dx呢 两边为分 dt等于负的dx 负的dt 负的 写到前面去 好 下面 负号上下线不大好 上线小 下线大 倒一下 正好负号吸收掉了 0到二分之π 里边 我们把x全部换成 t全部换成x 结封变量换掉 cos in x 下面呢 sine 四次方 x四次方 加上cos in x 四次方 dx 好了 你看 这个和原来是形式一样 仅仅在这个地方 换成了cos 那么好 两个i 加起来多少 两个i加起来 显然分子相加 和分母一样了 那就是 0到二分之π e 结封了 那么显然就是二分之π 那么一个i呢 那就是四分之π 大家可以看这道题 其实如果改造一下 可以怎么改 这个四次方怎么样 随便几次方 咱们比如说改成八次方 改成十二次方 都可以 不过怎么样 看上去更 好像更烦一点 更吓人一点 其实很简单 好 休息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